HELLO 大家好 我是 M&K Camera 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介紹一下 Leica 有很多鏡頭系列的名稱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甚麼 Elma,Amerit,Summerlux,Summicron 那些是甚麼來的呢? 那可能有些朋友甚至乎連讀都未懂 那就更加不知道那些是甚麼來的 這次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比較入門級的 到底他們的系列 分了甚麼系列 太詳細或比較少說的系列 我暫時就不提及了 我主要說一些主流少少的 例如最常見的Elma Elma通常是四光圈鏡頭 然後有一個叫做Elmerit Elmerit一般來說是2.8光圈 然後再上就是Summicron Summicron 很多鏡頭都是用Summicron Summicron是2.0光圈 然後再上就是Summerlux Summerlux是1.4 有些可能是1.7都是叫Summerlux 例如Leca Q的28mm 1.7光圈 也是叫Summerlux 然後再上就是Lautilus 這個系列可能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的 由最初的50mm 1.2 亦都叫做Nautilus 接著1.0 1.0亦都分了有四個版本 由一代到第四代 比較出名的就是E58 version 1 以及V4就是Build-in-Hoop 接著有一個是近期推出的 就是0.95 50 0.95 都是叫做Lautilus 這支加了ASpH的效果 但沒有改變到它叫做Lautilus 還有一個新的版本 Lautilus 一般來說之前 是50mm 今次說是75mm 以及1.25 光圈 這是一個最新版本的Lautilus 五花百門的鏡頭 其實有很多 相信這個簡短的介紹 就未必能滿足你的要求 可能是想了解更多的 歡迎來到尖沙咀的兩家門市 或者是旺角星際城市的門市 都可以的 我的同事或者我本人 都可以親自和你介紹一下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